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的考验和激烈的淘汰之下 我们选出了22位明日之星 而他们其中一人将能得到百万奖金及唱片合约 现在大家都一切就绪准备大展歌喉 但在比赛开始之前 他们却必须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 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很让人开心的一个气氛 可是你衣服没有穿的很好 你穿成这样子来比赛其实是有一点太随意 我觉得它有造型的空间 但是如果要做造型之前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去多运动 把你的身形弄好 选择了一个比较sexy 然后比较有风尘 对不起 我必须这样讲 比较有风尘味的一种感觉 那个会让你反而跟整个歌的感觉不大 是的 这22位虽然都具有成为歌星的前职及演唱实力 但在外形打扮方面全面临着许多的隐忧 为此制作单位决定召开紧急会议 为了让他们踏上成为巨星的第一步 史上最强的造型团队诞生了 由天王天后的御用造型师Roger领军 打造无数偶像的造型师林响 国内首屈一指的发型师Andy 得奖无数的顶尖发型师小曼 国内外巨星的首选发型师Tung 而Roger也带着参赛者的服媚照片 和老师们展开讨论 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呢 在比赛的时候她的头发简直惨不忍睹 你知道自己的头发也一定要弄得行 太太 对 太虚了 就是那种韩国小朋友那种头发 我觉得这个也要 老师们一致认为参赛者造型都未打水准 而Roger此时也发表一个重大的努力 入围的人 我们现在应该用一个什么心情去看 就是我们把他当前每一个人都要发片 现在老师们决定将比赛艺人规格办理 亲手改造所有的参赛者 这可是天王天后级歌手 才能享有的梦幻造型团队 于是老师们便即将进行改造 首先先要了解参赛者的表演风格 你现在看 十锤啊 这就是这个啊 这个 反正你现在看到的全部是一身入围的 你看这个小朋友 他 这么大 你干嘛叫 感觉很微暗的感觉对不对 对啊 那个耳朵 对我就是要讲说他简单的耳朵会很明显 所以我才说他这么多 他就是整个在表演的时候 看起来有点地面也很高 这个女生他第一次来比赛都穿得很糟糕 他穿得很糟糕 可是现在看起来也很糟糕 很糟糕 很糟糕 真的吗 这个好像有筋吗 可是他这个 但是很像那个 这个肝肝管 就是整个那个 很没有气质 可是他 你看他们的男生的头发 全部都出一样的问题 对 全部都一样啊 他们的头发皮肤都一样啊 对啊 都一样啊 这种型 我可以看见很大 可是像夏天好几天没洗澡 那样 好几天没洗澡也比较有型 对不起啊 蔡正宁 我陪你们 我问过他们剪一颗头多少钱 你想就知道了 很难讲 可是你这样子看 你应该看得出来了 很怕 很难讲 但我应该问一下他 对 我很想说 在看完画面后 老师们不得不再度重新解释 所有人的造型服装 而每位老师的表情 似乎也告诉着我们 这一次的改造行动 会是多么的艰巨 于是就在进行改造之前 我们再度集合所有的入围者 让老师们能亲自面对 所有的参赛者 针对本人量身定修 每一位专属的改造计划 现在心情很期待 我整天都睡不好 因为我一直很期待 今天会做造成 哪一种感觉的我这样 我十分的开心 因为我刘海这么长 我刹车想剪掉了 我想要变成杨成岭 每个人怀着又期待又兴奋的心情 来到了东区最著名的李法沙龙店 但在店里 五位国内最顶尖的发型造型大师 却早已一次排开等候着他们 在进入教室的当下 大家开始感受到 老师们专业及认真的态度 每个人不由得收起笑脸 了解到自己已经踏上 成为百万巨星的第一步了 这个我从教编跟录影带看到后 我也吓一跳 他就像很像个烧辣师傅 这个更大一点 让他 让他剃掉 因为你的妆的感觉 其实让你整个人的样子变得不好 其实陈美里我们一致认为 我们要把你变得取过去 注意就是在你这个年纪 当然你18岁 你的皮肤 你必须去好好地照顾 因为在镜头前面 那个可能会对你有比较大的杀藏力 而接下来老师也花了很多时间 了解所有人的法质不值 找出每个人专属的造型魅力 我期待老师把我变得一个 非常有女人味的女人 还蛮期待 就是我的穿着 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风格 可是也是很期待 因为这里老师剪头发 要五六千块 天哪 真的太恐怖了 可是相信老师的专业 一定会很棒的 在看完所有人之后 Roger又再次开会 和老师们讨论接下来的步骤 我们看完这二十几个小朋友 我觉得里面有 我们必须先挑出两个 最严重的人先出来做整理 看一下 这个很活着 因为我觉得他在节目里面 他的样子其实 有很多东西是他人出的外面 他的型要调整 像他其实可以有个性能出来 你以为黑色系的 不知道老师觉得那样 对 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他在节目里面 穿的东西太薄荷的线 然后让他看起来更胖 还有女生有一个 就是我们这节目里 之前有讲过 就是你之前有讲过 有一个女生 对 我就是讲他的风险味 好像看起来比较重 对 因为太划算了 我有仔细后来看过他 其实他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出在他的 可能没有看到他在 他在 我那天在他 我也特别把他找来看 他的睫毛其实是 因为他很重 对 那可能等一下你再试妆 或再加气一下 就是要看他没有化妆 那样子 如果差异性不太大 应该要把他的睫毛 将他全部去把它弄 于是Roger决定 先选出男生和女生 造型上的代表人物 安博正及陈梅里 先进行第一阶段 初步的改造行动 随即便从头发方面 开始左手 在东区最顶级的沙龙殿 Andy老师和Roger不断的讨论 试图找出他们 最具特色的髮型出来 接下来便要进行 化妆造型部分 不管肤脂 睫毛 褂色 每个细节老师们都没有换过 很害羞 大家都看到我素颜 不过老师的技术真的还蛮好的 就是让我很舒服 超级不习惯 可是也还蛮 蛮期待看会变什么样子 接下来还有一项最重要的 便是全身的服装打理 Roger及林翔老师不惜时间成本 带着所有参赛者 穿输于各大名台精品链 而首先便由男胜主的安博正 开始进行 试过一套就一套的衣服 而到底她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看看改造前后的她 不仅气质改变 身形也较为修长 尤其经过变法后 整个脸部线条更利落了不少 看看改造前后的她 然后接着就是女生部分 陈美里的服装造型 比较过了一套又一套的衣服 晃遍了一间又一间的精神线 已经有了既定形象的她 似乎让Roger老师花了更多功夫 在寻找适合她的打扮 而究竟平常总爱浓妆艳抹的她 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差很多 差很多耶 对啊 不知道是不是会一直修了什么衣服 曾经被批评过 带有红橙味打扮的陈美里 经过Roger老师的巧巧打扮 马上变成一个时尚的都会美女了 听出来我是美里吗 美科今天经过专业的改造之后 从头发一直到我的妆还有全身 真的是要相信专业 专业真的是充满魔力 变妆后的美里变得更年轻 然后更有时尚感 谢谢老师们的辛苦 然后也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开心 改造还没结束 安博症的体态 陈美里的龙睫毛都有再变化的空间 而其余的人也陆续感到终 但在同个时间 同类正进行另外一场激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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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